2月7日,武汉封城的第16天,曾经熙熙攘攘的商圈,如今寥寥数人 大部分餐饮门店已经停业于两周 香港某餐饮集团华中区负责人影之间,每天都会一个人来店里看看 他告诉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餐饮业正遭遇寒冬,但是相信武汉一定会好起来 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呢?其实我们都真的不开心 我相信武汉一定会好 在这个疫情过了之后,我们可能还有家产 我们的环境啊,卫生啊,要配合政府怎么做好这个卫生呢 最主要是搞好那个卫生,不要再,可能还有宣传 有些朋友说吃什么野味啊,打死都教他不要再吃这些东西 野味在中国人的菜谱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华南地区 毗邻的香港也曾野味盛行 1月22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 营志坚称,作为一个餐饮人,也想劝大家不要吃野味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人对这个野味感觉只有越来越不好 其实他们呢,不是怎么好吃的 我相信什么哪些人都是贪这个心理 其实最好吃就是自我压的了,是不是 因为都养了几千年,那个是我们吃的东西 营志坚表示,虽然餐饮业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但是也会尽力履行社会责任 他认为,疫情当前,企业更应该管好自己的员工 已经要求所有员工都在家做好自我隔离 同时,营志坚还向医院捐献了一千个口罩 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病,不要乱走,不要去门口 应是帮武汉,再不要需要什么努力 就是管好自己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营志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